結果那天就是我們那時候記得是在婆家 然後她就是衣服拿回來了 收好了 然後就給她穿著睡覺 然後因為每天晚上一定是一定會有個夜來 或是一定會起來哭鬧 所以我們晚上幾乎燈就不關 因為就是累到沒辦法起來去關燈 然後結果那一個晚上 再醒來的時候 燈還是亮著 幾乎七點 真的假的 真的 是不是 有用 真的假的有啊 在哪裡 就是她的電影是什麼了 我自己很快樂耶 真的假的 對啊 好笑 不是我拿去 但是我必須要說她肚子痛 或是她幹嘛 我們還是有帶去給醫生 還是要醫生的藥 是正常的 當然 就是你找不到原因的 沒有原因的 無味的夜男的那一種 對 就真的是一覺 我醒來的時候看到天是亮的 我真的要哭了 很感動的 反正醫師就傻眼 反正醫師肯定是不相信這個啦 我是很怕我言論得罪太多神明 不會 沒有啦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如果你是真的因為疾病 你可解釋的 我們一定要找醫生去做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也不想 奇怪 也不想怎麼辦 怎麼辦 你遇過這種情況嘛 我們先 先講我們 有疾病的狀況 不要說疾病啦 就是它有不舒服的狀況 你先要先排除嘛 對 不舒服的狀況 比如說 你這個肚子餓啦 或者是你 這個便便啦 在尿布裡面啦 或者是你這個 明明睡覺時間很累了 鬧覺 或者是說 你真的是肚子不舒服 肚子痛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生病 但是如果都不是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知道 那有可能是 它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那我們這個 國外有這個幾個方法 叫做 包搖吸側身 包就是 當我們把它包緊的時候 它比較安全感 好像感覺是在媽媽的肚子裡 好 那搖 這個時候很注意 這時候你可以用 滑耳汁的方式搖 滑耳汁 對 就是你是轉圈圈 慢慢轉圈圈 或者是你自己在椅子上 慢慢轉 讓你自己的心跳冷靜下來 寶寶會聽你的心跳 他會覺得說 對 現在是安全的狀況 他就會比較冷靜 那第三個就是吸 寶寶只要吸到東西 就覺得很安全 感覺在媽媽的懷裡 所以餵母奶的很少 嬰兒長腳痛 第四個就是這個側 剛才說我們養所以比較安全 但是的確有些寶寶 他要一樣餵母奶的姿勢 就是他面朝你的時候 沒有什麼光線 然後聲音比較間接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安全感 所以抱的時候 稍微側身抱一點 因為你養著抱 他就看得到很害怕 就側身抱一點 最後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聲音 什麼有吸塵器的聲音 水龍頭的聲音 塑膠袋 以前是說收音機調到白噪音 調到沒有頻道的地方 現在好多人家裡沒有收音機 對啊 然後網路開始賣白噪音的MP4 有 很好笑 這是醫生的角度對不對 張老師 張老師也要問 張老師 我請到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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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小孩子到了半夜 可能很奇怪 有時候就說半夜4點5點 孩子總是這已經每天定期就起來了 我們就覺得就是這樣 12點半哭一次 2點哭一次 然後或者是說 譬如說出門 然後突然看到旁邊有商家有沒有 經過 哇 孩子那一整夜都很適合 這是巧合嗎 不知道 那效果就是這樣 最後這樣對不對 對 長輩就說 受驚 一受完 欸 好了 對 你的看法 這個你在外面去遇到商事的那個當下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 反而是大人比較緊張 哎呀 看到了 你那個 你的一個聲音 你的動作其實是 你嚇到孩子啦 哦 所以孩子在那時候是被嚇到 他不是被那個商家嚇到 是被你嚇到 哦 那針對這個收金這件事情 其實我個人不反對 因為其實我 我記得我有看過一篇研究 它針對華人 因為收金比較多是華人在做的 對 為什麼收金是有效果 它用很好玩 比較偏向於科學的角度去解釋 第一個是因為 那個孩子本來 你被受到驚嚇以後 你總是要一段時間 去緩和你的情緒 在你這個緩和情緒 到安穩的過程當中 你做了一件事叫收金 是 然後但是時間到了 它安穩了 你發現 欸 前面我做了收金 所以收金是有用的 嗯 第二個剛才說了 爸爸媽媽也要收金 嗯 為什麼 爸爸媽媽自己情緒先安穩 下來 所以你不會持續去嚇孩子 啊 怎麼辦 一直被嚇到怎麼辦 怎麼辦 不過你情緒 我們做完收金啦 沒事啦 寶寶乖好好睡覺 欸 寶寶聽到你比較緩和的語氣 你的態度也緩和了 寶寶自然就安穩下來 哦 那針對寶寶這種常常半夜 就開始哭鬧的方式啊 我們會建議 在平常寶寶的 情緒比較安穩的時候啊 你可以用一些音樂 一些比較輕柔的音樂 來陪伴他 讓他在這個環境當中得到的是 我現在很舒服 我又同時聽到這個音樂 所以相對的這個音樂 是陪伴著舒服的這種感覺 幸福的感覺 等到他哭鬧的時候 你再放這個音樂 欸 就好像回到那個狀態 安穩的狀態 他就比較容易穩定下 好 偏方五 來 來看看偏方五 擔心孩子長不高 可以沒事就幫他按摩一下腳底嗎 我覺得按腳是舒服的啊 對 所以我從他們很Baby的時候 我就會給他按那個小中間 腳的中間 腳趾頭 然後腳趾頭真的要給他揉一揉 揉一揉 我國小小一小二的時候 我就沒按了 我到他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去找那種專業的按腳 我就固定會帶去給他們按 五六年級 他講過說身高這個東西 是跟遺傳有關啊 那要嘛就是遺傳到 你媽媽的那邊的家族的身高 要不然就是爸爸這一邊的 或者是跟營養有關 吃東西的後天的營養 還有運動 對 運動 還有睡覺 我覺得按摩可以舒緩 可能他心情放鬆 他就比較不會有壓力 因為壓力可能也會造成 漲不高或不會 對 壓力的 這也許是成立對不對 我知道 我怕我是餘婦 我等一下又被攻擊了 這也許是OK的啊 對不對 但我覺得青春期睡眠一定要很多 對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家從小 週末都在睡覺 當然我們是有身高的遺傳 可是我覺得睡眠真的很重要 那當然 是真的 來 我覺得媽 我的方法是 我就是都讓小孩不要吃太飽 大概吃八分飽 因為 不是 因為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他說人在就是有一點飢餓狀態之下 他會分泌更多的生長激素 激發潛能 對 就可以幫助小孩長高這樣子 我還真沒聽過這一招 是激生長激素嗎 來 黃醫師 這個你希依的觀點 按摩腳底跟小孩長高 有絕對的關聯度嗎 沒有 如果說我們在按腳底 這個角度來講 按腳底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力道 因為小孩子的承受力有限 很輕 不能太用力 對 大概用手 然後媽媽幫你按按 這個都不會有傷害 對 是怕用工具 有些人會用 就是像 有些人用刮沙那個棒 扁鑽 用力嘟 扁鑽 沒有啦 就是會用一些 想說 你知道很多 這個媽媽就是求好心切 然後他去穴道壓一壓 會讓你長高 結果就足底筋膜而言 反而更糟 所以我覺得就是適可而止 那反正也一樣 就是沒有 你在你的按過程當中 沒有害處 而且促進親子感情 你別按還跟他聊天 但是一樣 沒有辦法取代運動 你有運動才是真的 讓他骨頭會感受到 我有必須要結實一點 只是按就很弱 那是八分寶咧 八分寶 這沒聽過這一種 不是啦 他的意思是 他講的是對 但是不是這樣 是叫你要定時定量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間要規律 那你吃東西規律的話 你身體 然後要吃八分寶嗎 不用啊 不用 你就吃飽 吃飽 對 就吃到 因為你熱量要夠 所以你現在的孩子 為什麼比上一代高 因為我們現在營養熱量 都比較夠 所以我們就能力可以長高 那他意思只是說 因為你血糖上升的時候 也不是說血糖上升 就是你吃進這個 很多的澱粉類的時候 身體就是 生長技術會下降 過一段時間 你餓了他就會上升 所以就是說 你吃東西的時候 希望要定時 要規律 不要說從早到晚都在吃東西 這樣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很多 真的民間偏方為了長高 其實有很多要注意的 其實我可以用一個 稍微科學一點的角度 來解釋按摩腳底的問題 現在孩子 你看一出生 可能當孩子開始爬 走路的時候 爸媽就開始穿襪子 穿這種鞋子 呼吸 其實事實上 你是讓腳底得到的刺激不夠 當他得到的刺激不夠的時候 你一打開來 要去踩地上 或是你到沙灘 草地 他一踩他害怕 一害怕 他是不是就不去跑了 不去跑了 就減少了運動的機會 所以你藉由按摩腳底 事實上是給他逐步的一些刺激 讓他覺得 這個得到刺激滿足了以後 我不怕去踩任何地方 所以任何地方 我都敢去動 一動就刺激了 我們的這個關節裡面的成長板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 這股 那還是以後我們就不要按啊 很累啊 拿一塊草皮的腳底 給他抹一下 抹一下 那怎麼睡覺 要抱 好啦 爛招 沒有 但是重點是 你要讓他 要去運動 好啦 你要把他腳都包住 用的機會啦 但是 各種偏方 其實我都不反對 只是說 反正無害嘛 但是你不要過度啊 你說要長高 維生素D很重要 你出去讓孩子 盡量去照太陽 照到中暑也不好啊 對 所以這些都要特別小心 所以要長高真的好方法 黃醫師有什麼樣的建議 均衡的飲食 規律的運動 充足的睡眠 還有最後是 愉快的心情 對 這四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對 好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你要打造一個 非常完美的 萌花 萌花 結果這些都沒有 萌花 你不要再去剪睫毛了 好 好不好 所以我的頭部奶就有用 是 很多我們把它剝除掉 對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放在一起 你怎麼會 我可以放在一起 感谢观看